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10月7日 星期三 大家好 這一節 我們要講一下美台的關係發展 最新的發展就是 台灣近來也是向美國靠攏 直指抵抗中共的侵略 之前 外長 吳超洩 說明 目前不會尋求建立全面 跟美國 建立全面的外交關係 這樣社會有很大的回響 誰知道國民黨做事 我們估計國民黨應該是覺得 你們 暫時沒有心理準備或者沒有這個準備 怕大陸動你們 我就先夾你們 國民黨 立即提出提案 要求 蔡英文政府應該以美國和中華民國回復邦交作為對美外交目標 並積極推動 誰知道這個決議 在朝野 是沒有異議之下通過的 連問也不用問 根據 有爭議的議案通常都是辯論 質詢 甚至台灣是好聽打架的 這次 沒有膠膽 沒有膠藝 什麼都沒有 沒有異議之下 你說投票就好 大家一起投票 偷襲 其實是 想偷襲 想偷襲他們 想偷襲他們 誰知道變成被民進黨偷襲 好啊 你們看這個 好啊 你們看這個 如果民進黨提出來 我想國民黨一定會很大回響 一定會很大反彈 你打算用一招引蛇出動 結果就把傻子引出來 國民黨也是共匪 基本上跟香港建制派的那些人頭豬路差不多 香港那些人頭豬路如果不是有 警察這些軍隊在鎮守香港 其實這些人要打敗他們一點也不困難 沒錯 這次 根據國民黨黨團提出的議案 有鑒於美國在近期接連派出衛生部長阿澤爾國務次卿 阿拉克訪台 並宣佈對台多項軍售 以及近年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引益提升 陸續通過多項對台友好法案 在美台關係麥特菲萬進之底 外交部 對美應該積極尋求全面安革關係 我們沒有猜錯了 很明顯他是針對吳超洩 他認為 國民黨 認為民進黨這個政府 不夠膽跟美國 不夠膽做 他們買重在民政府不夠膽做 沒錯 提案指出 台美短交以來提升中華民國 美國相關關係一直是朝野的共同目標 為了提升 中華民國國際地位並拓展對外關係 請立法院 做以下的決議 政府應以美國和中華民國回復 邦交作為對美的外交目標 並積極推動 此外 國民黨也有提案 鑑於共軍連續派軍機擾台 朝野國黨團共同呼籲中共必須自我克制 停止一切挑釁行為 蔡政府而儘速重新開啟對話 以緩解兩岸衝突 目視台海緊張局勢 促美軍協防台灣 我最喜歡最後一句 本來前面那兩句也很不適合聽 那是廢話來的 促美軍協防台灣 這個想著夾錯英文 結果人們就逢一聲就過了 提案指出 長久以來美國一直都是台灣軍力的堅實後援 為強化中華民國國家安全 以及完善的國防戰備 西台灣海峽現狀不依一方採取任意 行為而改變 請立法院造成以下決議 政府應該積極 說服美國依照其台灣關係法精神 一旦中共有明顯危及台灣人民安全 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時 在我國政府請求下 將前述中共舉動視為 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 安定的威脅 並以外交經濟 或直接軍事方式 協助我國抵抗 想不到 共產黨放那麼多資源 去收買共匪 最後他們也是 忍不住要咀共匪 那是一個案子 你不要理會真心還是假意 結果提出整個方案就是叫美國一起咀共匪 我覺得這個初步 是一度的判斷 就是 覺得民進黨不夠膽 即使是第二個提案也是這樣說 你跟美國那麼親近嘛 你要協防台灣 他覺得 不夠膽做 民進黨 即時來順水推舟 即時來順水推舟 如果 我們剛才也分析 如果民進黨提出 我覺得會有很大 一定會有很大阻力的 但是現在 不超市 也不知道是不是當時有心部署 這個不超市 當時我們聽到 覺得很奇怪 當時聽到已經很不滿了 美軍這樣的狀態 竟然說 不尋求美軍的幫助 這個決議案通過了之後 即時有記者 採訪蓬佩奧 因為蓬佩奧是日本 有記者就問他 如果一旦中共對台灣動武 美國會怎樣 美國是說不適任何 的方式 是會幫助台灣 這個不是很適合 說了不適用任何的方式 台灣和美國 除了台灣關係化 也沒有甚麼特別的 國際上也沒有承認台灣 一樣 在說 at all cost 去defend台灣 為甚麼我們不可以想像成為香港呢 是絕對可以這樣想像成為的 絕對可以 然後 另外還有一個 要從國民黨方面分析 民進黨 國民黨提出這個之後 蘇貞昌 即時回應了一句 終於良心發現 這群死共匪 有一個人 嚴重地 左一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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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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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駱惠寧之後 那個叫做馬英九 現在 打完一槍自己 現在又被國民黨的人在背後打了一槍 首戰即中 首戰即中 國民黨說不是首戰即中 投票要叫美國 要叫美國作支援 要叫美國作支援 然後蘇貞昌luen说 台灣 之所以會和美國 有外交關係 到了沒有外交關係 其實也是由國民黨一手造成的 國民黨現在終於都良心發言 這是一件好事 當時美國承認 中共 但是他可以不退出聯合國 當時的蔣介石 就是以漢賊不兩立 不可以跟共匪共事 在同一個場合 所以他們 決意退出 這個是有文人的封骨 不過 對台灣造成很大的傷害 共匪 在佔據了聯合國的席位之後 不斷在打壓台灣 基本上把台灣的空間收縮得那麼小 其實當時蔣介石是做錯了的 所以說起 退不退聯合國 即使美國有什麼意思 令立組織 其實你問我 我也不覺得應該馬上退出來的 因為美國有權投反對票 蘇貞昌 負立法會 因為美國有一個 被諮詢 在會前接受訪問 台灣 剛才說過 從沒有 外交關係到有 從沒有到沒有 都是你們國民黨搞的 現在良心發言也是好事 但是這個月要好好努力 也希望對外大家團以一致 希望國民黨能夠在過去沒有用台灣最大利益來考量 對於台灣整個角力 大家若步一致的話 台灣是會更加強 更加比世界肯定 這個真是串到盡了 你們從來都沒有用台灣的角度想 不過我認真分析 在中共用軍隊向台灣撕壓的情況下 其實那群收買了的共匪是不是真的可以 毫不保留地去賣台 邀請解放軍來解放台灣呢 我相信除了最極端的人 大部分收了錢的共匪 都不夠膽 不夠膽真的去接受 而且你是等於 打爛我的飯碗 跟香港那群賣港茶一樣 他們一定是最不想 解放軍開軍隊到香港 因為香港那群賣港茶 主要就是在香港做生意 拿著素的那群人 其實軍隊一開你 他們覺得會即時崩潰的生意 但是現在有什麼分別呢 現在警察在商場隨便動手 到處抓人 誰敢出消費 台灣 國民黨那些人 平時是拿著素為主 沒有可能到一個地步 歡迎解放軍進攻台灣 無論他們多賣台 這個肯定是不可能的 現在看 國民黨的立場 因為其實他們 他們備受整個 魚類壓力其實也很大 你想想想 你是一個賣台政黨 你們這些台奸 其實現在是國民黨向馬英九說筆 這件事 馬英九出來說的那番說話 和蘇喜 你完完全全 你基本上 叫台灣趴在那裡 向中共扣搖 台灣的媒體基本上是一面倒是罵的 不要計算共媒 馬英九這種可笑的說法是被人罵到反艇 完全無事 台軍根本一點也不弱 因為所擁有的全部是美式裝備 美式裝備最先進的武器 再加上最新的買賣 沒有那麼快的交付 還有一架 MQ-9B 不是一架 買很多 你有甚麼能力跨過台海 你再想清楚一點吧 其實就算沒有MQ-9 你打開你的Google 打阿塞、大疆、亞美尼亞 自己看看吧 說真的 台灣是擁有兩萬枚導彈 只是導彈也可以使你解放軍 沒有辦法過到台海 他根本從來都不覺得他可以登陸 他在那裏先修復金門 所以這次我們就這樣看 這個國民黨 其實真的是逼供 逼供不成 反被嘲笑良心發言 沒錯啦 原來良心收藏了那麼久 現在才敢說這些話 那就好了 有甚麼好得過 政治 沒有什麼好得過自己 夾一下夾一下 投向你們那邊 你哪怕是真心還是假意 他現在也是要向這邊走 共匪很失敗 投資了多少錢到台灣 在政治局勢 說真的 他上次 黃金平打算去訪問大陸 訪問大陸 本身 本來是沒有東西的 誰知道央視的樣子突然不生性 打算串咎那隻狗 那隻狗是你養的 你養來�咬台灣人 誰知道你真的串咎那隻狗 他的面子也下不了 因為是批鬥嘛 共匪那群戰狼 不咬他們為了要上位 所以為甚麼要爭奪戰狼 你不覺得近兩年的戰狼 是多了很多嗎 搞到連外交部那個 耿爽也被人批鬥致死 耿爽也不夠英 耿爽已經是四字池與黃 都被人踢了下來 你想想是多麼歪風 一股歪風 所以 這次 共匪 其實 所有事情是他自己搞亂 真的是他自己搞亂 他現在連自己的臥底也不放過 連自己的臥底也不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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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節先說到這麼多 拜拜